- 哈哈哈- 下一首歌呢 就是我高中畢業 線上畢業那一碗 我畢業怎麼那麼多歌啊 翻詞了 但這首歌是另外一個心境 就是你們知道現在高中是很來辦小帳吧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會有一個組的帳號 還有一個小帳號 因為我們現在很Emo 就是很多就是 就是小事情 隨便亂播到小帳裡面 然後我有一個同學叫張蔡奇 他不要來 可是他今天不能來了 就是因為他家裡有事情 對 然後他有買票啦 所以沒關係 所以反正就是 那時候 因為我跟他上高中 還不錯的朋友 然後他那時候就在小帳PO說 他PO了一張 就是他有心率不整 然後他算是一個好像蠻嚴重的疾病 就是他可能會某一天 可能運動太過度 或是突然心率不整之後 會造成生命危險 然後他那時候就開刀這樣子 然後他這樣講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真的有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他就寫說 希望他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平安的長大 然後我看到這個就很感觸蠻深的 因為我想說就是 因為他平安就是跟我們很好 然後也不會把他 不會把他那樣子一面跟我們講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平安真的是一件很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可能有些人出事後就走了 或是有人生個病就離開了 就覺得說平安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叫做 會在相遇的因為心上有彼此 裡面有一句話叫做 要平安要善良要珍惜你的微笑的光芒 因為我們講到之後可能接收到微笑的 善意的微笑會變得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也送給我們 反正當作畢業的禮物 所以希望我們就是 告訴他們說 我們會在相遇的 因為我們心中有彼此 是一首 我 大家可能就要沒有聽過 我放在我的IG上 所以 把這首歌送給大家聽 把這個希望送給你們 這首歌叫做 會在相遇的 因為心中有彼此 簽 music 親愛的 你還在難過嗎 難過我們就這樣 走向未知的遠方 但我說日子還很長 你們要記得 我們一起走過的就好 哇 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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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 你們未來的模樣 是不是像現在這樣 笑得很開朗 就像成縱花 帶著我們的信仰 要平安 要善良 要珍惜每個微笑的過往就走吧 朝著你的方向 會再相遇到 因為心中有彼此 因為我們心中都勇敢 讓我們 因為我們心中有彼此 然後才有完整版本